2003年 一部名叫征服的警匪题材电视剧 自热播以来 受到了广大听众的喜爱 一经播出火遍了全国 剧中演员孙宏雷所试的黑帮老大刘花强 不仅霸气狂妄 也把男人兄弟之间的钢铁情谊演绎的淋漓尽致 夸张的是 由于孙宏雷的出色演绎 以至于很多戏外的观众都几度认为 真实的孙宏雷就是一个黑帮老大 其实这部剧之所以能火 不仅仅是因为演员团队精彩的演绎 其另一个原因是 这部剧乃是根据90年代 河北城石家庄市的两个流氓团伙之间 相互活并的故事而改编的 除了剧中李莉这个人物是演绎出来的以外 里面每个人物也都有原型 每个人物都是真实存在过的 并且剧中90%的情节都是真的 比如刘华强饭店里面赌风标 砸游戏厅 还有肯卖西过的都是真实 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 剧中人物所对应的真实人物 张宝义汉族 河北最大的涉黑头目煮饭 也是张宝林的弟弟系刘花强的原型 陆金梁金宝 原型系东北人 而并非是剧中所说的河北宝定 王天鹏是王大鹏的原型 系石家庄人 并非剧中所说的黑龙江人 丁旭系吴天的原型 马老堆 石家庄有名的老渣子 系宋老虎的原型 这里额外提一下 剧中宋老虎在凤凰台歌舞厅门口 被金宝枪杀 这个事情是百分百还原的 宋老虎被打死的那个地方 就是当年的案发地 孙道全 外号大红 系风标的原型 剧中刘花强用枪逼人下跪 教爷的风标 其实电视剧里的风标被弱化了 在现实中 风标的原型孙大红和刘花强的实力 是不相上下的 甚至要比刘花强还要厉害 说到这剧中几位比较主要的原型 都简单的介绍完了 但剧中还提到一个人 只是自始至终都没有出场 这个人叫丁棍 套用剧中何老六跟刘花强的一句话 他说 他是丁棍的人 你惹得起吗 丁棍真名李建奇 生于1968年 汉族 当时只有27岁 身高1米75 体瘦 肤白 脖子长 高鼻梁 左眼内角有一颗绿豆大小的黑斑 原籍河北省昌黎县洪桥乡 住在市人民纸箱厂宿舍一单元二楼302市 当过兵 只因为此人行迹太过恶劣 太有损人民军队的正面形象了 他的这一履历被抹去了 没人提着茬了 家里兄弟四个 他排行老三 他父亲退休前 是红星机械厂的党委书记 丁棍是个名副其实的官二代 他在红星机械厂一带 是一个流氓头目 为人义气 胆子大 且心狠手辣 心眼多 下面还有个弟弟叫李建峰 外号叫丁四 至于他为什么叫丁棍不太清楚 只知道丁棍是外人叫的 他们内部都叫他三哥 丁棍平时揪击一帮地痞无赖 给一大帮老板 大款或者经理们 户场子看门面 收款讨债 或者是摆平一些纠纷 自己从中收取保护费 当时的大都娱乐城 新王朝歌舞厅都是丁棍照的 还有一些搞开发的老板 说起丁棍真正影响 整个石家庄的大事 也就莫过于1993年7月8日 那场发生在党家庄 赵领埔桥北的加油站的枪击案了 这场枪战中 共造成了一人死亡 六名无辜的群众受伤 其中三人伤势较重 这事在当时影响非常的大 很快丁棍的同伙也都相继落网了 唯独他和钟百涛逃掉了 他当时有个女朋友叫许晴 在中国歌舞厅上班 他带着女朋友一起跑了 先去了保定 后去了秦皇岛 直到1995年 逃亡大半个中国的丁棍 又回到了石家庄 回来的目的就是搞钱 因为跑路需要钱 说起这个曾经在石家庄 是轰动一时的暴力火兵案 还要从丁棍的一个手下 杨春光的交代开始 据杨春光交代 有一天他接到了丁棍的命令之后 带着枪准时来到了纪念碑 上车后才知道丁棍是让他跟着去打架的 他上车之后 一看那个阵势 一人抱一把枪 他也挺害怕的 就坐在丁棍旁边说 这要是让公安给逮住了 可是要掉脑袋的 这时车子走到了石家庄第二医院门口停下 等一个人 丁棍朝车窗外一看 转过头对杨春光说 来 你下来 我跟你制止胆小 炼炼胆子 他拖着杨春光朝不远处站着的两个巡警走去了 向警察借火 还让警察抽烟 警察不抽 他又向警察问路 说赵灵谱怎么走 这个地方就是他们一会儿要去钻的地方 警察告诉丁棍 沿着这条路一直走 然后又拐 顺着石港大街走到头就是了 上车后 丁棍笑着对杨春光说 看见没 警察还给咱指路呢 就这样的 逮谁啊 死老鼠他们都逮不住 别怕 在场的众刑警气得各个横眉里目 霍局长笑着说 从今快三十年了 第一次听说这么嚣张的嘴发 据杨春光交代 丁棍组织的人是去报复一个叫做张力的 为什么要打他呢 张力是石家庄另一个痞子头目 在案发的半个月前 张力的两个手下 在太平洋广场唱卡拉OK时 跟丁四一伙人为了争夺话筒打了起来 丁四真名李建峰 是丁棍的亲弟弟 在家排行老四 当晚张力的手下 跟丁四和一个名叫刘铁伟的人争夺话筒 丁四抽出一把刀砍了对面几刀 有人会问了 为了一个话筒能打起来吗 那时候的卡拉OK跟现在的KTV有区别 不是一间一间的屋子那种 整个舞厅只有一套音响一个话筒 还要拖着很长很长的线的那种 再者就是那时候的人 思维跟现在不一样 不为什么挣钱 没有任何的利益牵扯 就是为了谁比谁横 几天后 张力的手下为了报复 找丁四算账 张力一会儿在亚太酒店门前 发现了丁四 开枪就打 但丁四跑得快 他们就冲着丁四的同伴刘铁伟撒气 冲着下肢打了三枪 导致刘铁伟截肢 所以说 这算是刘铁伟替丁四挨了三枪 这件事以后 丁棍和丁四兄弟俩就开始密谋报复 1999年7月8号 丁棍下午6点将人马集合完毕 坐车先后去了河北宾馆 南马路和光明影院去寻找张力 结果没有找到 这时丁棍团伙里的一个叫做爱笑的人说 张力在赵领埔桥北加油站附近 有一个修理厂 咱们不如去那碰碰运气 张力的修理厂在党校庄加油站旁边的一个胡同里 张力平时出行开一辆客户两用的车 跟案发被袭击的车辆是同款同色 因此车停下之后 丁棍让人去胡同里面看看张力的车子是否在那 如果在就证明他在 等车子出来胡同堵上就打 丁棍派出去的这个探子 名叫姚海龙 他本身势力不好 刚穿过马路 就看见那辆车从胡同里面开出来了 加上车上十几个人 姚海龙以为就是张力一伙 那个年代汽车很少 根本不会想到有同款一说 姚海龙一边往回跑 一边喊 来了来了 救他们 于是丁棍率先向对面的车辆射击 其实这车子是徐斌他们从加油站出来 由于这条胡同在加油站的旁边 加上视线不清 所以才导致了这场无辜群众 一死六伤的重大惨案 根据杨春光的交代 石家庄警方在几天时间内 陆续将九名犯罪嫌疑人捉拿归案 起获小火镜步枪一只 五连发猎枪三只 四连发两只 钢珠枪两只 均刺一把 但仍有五名暴徒和四只枪械在逃 其中包括丁棍丁四 经过审讯 1999年7月8日晚十点 发生在赵领浦桥北加油站的枪击案 已经初步查明 参与作案的团伙成员分别是 李建启 绰号丁棍 李建峰 绰号丁四 钟波涛 艾孝 梁来胜 陈广生 孙燕 本京 许国安 蔡斌 姚海龙 杨春光 张玉军 绰号老神仙 刘冬冬 王宝海等十四人 和一辆白色的胜利盘面包车 在掌握了这些信息后 一场抓捕首犯丁棍的行动 也就此展开了 这就是丁棍当年轰动石家庄的来龙去脉 为弟弟出头 究极十四人在赵领浦报复张力一伙 结果导致误杀 在征服这部剧里 曾出现过丁棍这个名字 很多人以为丁棍是石家庄黑道上的大拿 其实并不是 1993年前后 在石家庄地痞流氓中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衡量 丁棍都算不上是一个有名气的人物 他甚至连石家庄前三十都进不去 因此他一直被排除在警方的视线之外 征服之所以提到他 是因为丁棍后来干的事太过暴力了 影响太大 他从一个流氓头目 最终变成了亡命之徒 以上就是在征服这部剧里面提到的 始终没有露面的真实人物 丁棍 本案到此结束 感谢大家的支持 再见